新年回收站 爱的港湾 一问价钱就拍大腿说 贵了 张薇薇翻了个白眼 不信邪的对道 贵了 你懂什么呀 现在都行手工的 你看看这一套茶壶 配着八个杯子呢 你一个个捏出来 不要个大半天啊 还要烧制呢 人家几天的功夫 才收个688 还贵啊 小静在一边冷笑道 就你 还知道这么多呀 掏出手机 点开淘宝随手一搜 只见 那套和张薇薇带回来 一模一样的茶壶礼盒 页面上大大写着 手工茶壶 送礼精品 寿金体 金色 在淘宝美工的金修下 意义生辉的八个大字 比这八个大字 更耀眼的是 下面的价格 68.8元 包邮 张薇薇 顿时没了和小静吵架的力气 摊坐在小静家的沙发上 您就看着 我千里迢迢 把他们几个带回你身边 您 枪袖着用着 行不 小静笑着 好好把桌子上的茶壶 清洗了一遍 拿出自己珍藏的绿茶牙 新的茶叶 好好地请张薇薇消了消火 小静拿出自己做的绿豆糕 放在张薇薇的面前 你呀 东西埋走眼 没事 人别看走眼就成了 你和朱宁 到底分了没分啊 张薇薇最爱小静做的绿豆糕 一开始看见美食的欣喜心情 被小静这句话打碎 她拿起一块绿豆糕 匆忙地咬了一口 想用吃东西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 一边的小静看着 没再多问 只是叹了口气 不属于你的 不该留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张薇薇和朱明 是在驾校认识的 那是个来学车 就相互称对方是同学的地方 却没有一般学校同学的 知根知底 朱明长得高大帅气 谈吐优雅 面相十分儒雅 整个人在女性面前 就是十分讨巧的模样 据说还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看起来就是英俊而多金 而张薇薇那时候 刚刚将自己没钱的男朋友 给踹了 整个人属于正处于 情感空虚奇 外形亮眼的朱明 一下子就从一堆 学车的操劳爷们里脱颖而出 成为了张薇薇眼中的可暧昧对象 听朱明说 他现在单身 家里催自己找女朋友 找得急 张薇薇一听 这不是打瞌睡 来了个枕头吗 内心突着乐 眼前的朱明年纪不大 三十还不到 但是整个人 透着成功男人的气质 都说 女人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眼前就是妥妥改善自己生活的对象嘛 不用说 女追男隔层沙 没多久 两人就搭上了 等到两人拿到驾照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混迹驾校周边的宾馆 好多次了 张薇薇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静的时候 小静无语了 半赏才说 别傻啊 哪个单身汉 会在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热情 一翻开就失联 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有另外一半出来偷吃的 乐恋中的女人 真的是智商为零 就在张薇薇春风得意 等着用自己的驾照 开朱明的豪车的时候 朱明和自己摊牌了 说自己是有父之夫 但是实在是抵挡不住 张薇薇的魅力 就在练车的当天 看见张薇薇的时候 就觉得惊为天人 张薇薇又气又急 馋猫叼着鱼 这回子你告诉我 他这条鱼你不能吃 有主的 他也不能那么轻易 将嘴里这口子星给吐掉 再加上朱明表示 自己和家里的黄脸婆 真的没有感情了 一直都在协商离婚的 谁知道不凑巧 在还没离婚的时候 就遇上了自己的心爱的张薇薇 男人的情话一套接一套的 说的感情真挚 表情到位 陷入其中的张薇薇 迷婚了头 三就三吧 总归是自己的爱情 张薇薇捏着朱明 送自己的名牌包包 一步三扭的 找小静喝茶去了 小静看着心神荡漾的张薇薇 嘴里的茶叶梗 呸的一声给吐了出来 你看看你这买的什么茶具 这茶漏才用几次 连我这小小的牙心茶叶都滤不出来了 不是我嫌弃啊 这个真不能用了 看着外形还成 我就放着做个摆设吧 张薇薇手里拎着那只价值不菲的香奈尔 在小静的面前 凹了好几个造型 随你吧 既然茶具用得不顺手 我请你出去饮茶 吃饭吧 小静和张薇薇家境一般 平日里都混路边摊的档次 可是 现在张薇薇和朱明在一起 一段时间 耳濡目染 就觉得自己已经进入脱贫致富的行列了 加上朱明和他在一起 也真的会时不时的给些钱安抚张薇薇 所以 当小静还拉着他 在往平日里混的路边摊走去的时候 张薇薇一下子矫情起来了 得得得 你平时还爱去那边消费 是你的事情 现在跟着我就去见识见识 有钱的人消费场所吧 在一家豪华的西餐厅里 张薇薇拧着一股子劲 在餐厅里点了些牛排和红酒之类的 小静坐在他的对面 拿着晶莹剔透的高脚杯 喝了口水 调笑道 你别说 你现在这模样端着 还真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啊 张薇薇撬着兰花纸 捏着一张纸巾 就连声调都开始嘚瑟起来 原本就是小姐命 谁知道 为什么身在平凡人家 还没等菜上来 张薇薇就被一个冷艳的中年女人 给从凳子上拉了起来 还没等小静反应 那个中年女人 已经趾高气昂地指着张薇薇身边的包包问道 这个包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张薇薇顿时就怂了 朱明给他送包包的时候说了 这个包包价值不菲 是个什么定制款 这个包正品在世界上就那几个 就连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吊坠 都是某某大师手工做的 独一无二 张薇薇看着面前衣着滑贵的中年女人 大概能想到 眼前的女人多少是和朱明有些关系的 其实说归说 张薇薇本人并没有当小三面对正事 还能博弈的能力 大庭广州之下 就被那气势逼人的中年女人 弄得像被桌奸在床一样怂包 连话都不敢说了 那边的小静冷静地开枪了 这位女士 请你不要吓唬我的朋友 不过是背一个假冒的香奈儿而已 难不成 还犯法吗 张薇薇见到小静为自己出头 又是感动 又是生气 可是凭什么说自己的名牌包包是假冒的 但是她不敢说话 只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中年女人和小静展开了交锋 中年女人冷眼看了张薇薇一眼 就将目光转向了一边神色自若的小静 假的 我看着挺真的 小静叹了口气 这种类型的包包 背几次就会被磨花 看看我朋友这个 买了这么久了 外形还这么好就知道了 我一个不算内行的都知道 这个牌子的包包 真品就是比房品质量要差 您不会不知道吧 中年女人又看了看 一边一声不吭的张薇薇 声音开始不再阴冷 礼貌地说了句 不好意思 叫来了服务生 说这桌的费用算在自己头上 转身就离开了 张薇薇当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但是也在小静的陪伴下 心惊胆战 食不知味的 吃完了这顿饭 回去之后就找朱明去了 没想到朱明的态度 他斑定地站在一边 冷静地说 这是张薇薇自己送上门的 自己花了不少钱在他身上 都是成年人 装什么蠢 张薇薇目瞪口呆 成年人之间不正经地情愫 见光死得这么快 前几天还是耳濡漠然 捅在手心的宝贝 今天就是送上门来的 便宜货色 一边 朱明送的价值不菲的包包 被张薇薇一气之下 往地上一摔 朱明不动声色地站着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小静上前捡起那只包包 把里面的东西往自己的大包里一倒 就把包包递到朱明的面前 朱老板 既然两人谈不拢 干脆不要扯不清 这个包包在餐厅的时候 你老婆认出来了 你要不还是折价买回去吧 朱明脸色一黑 忙着翻来翻去 检查了那只包包 确定没有磨损之后 才蹦出一句话 我老婆 献过这个包包 对啊 你老婆问 这个包包是从哪里来的 我当时扯了个谎 说这个包包是假的 但是 当时是忽悠过去了 这个包包 要是送到专业人士面前看看 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我想 等你回家 你老婆就要问你 这个包的去处了 小静在一边盯着 面前脸色大变的朱明 笑意盈盈 你们想要多少 朱明在一边点起一支香烟 依旧英俊儒雅的感觉 只是指尖微微发抖 张微微想起 刚刚朱明一副 你送上门来 不上白不上的模样 心一横 我要一百万 朱明拎着那个包包疑惑了 这个包最不耐磨 怎么送给你这么久了 还这么鲜 舍不得背 第一次背出去 就被你老婆看见了 张微微斜着眼睛看着朱明 也点起了一支香烟 吞云土雾间 模糊了又清楚了 自己和朱明的模样 一百万 对于笼子里的金丝雀来说 也是一笔不少的巨款 谈到这个份上 还有什么情面可留 朱明和张微微 这项菜式收场的时候 对着一堆烂肉 砍价一样 双双叨叨见血 最后 定在了二十万 朱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 我身上能动用 不被我老婆知道的 做二十万 你要就要 不要 我们就玉石俱焚了 朱明看似泄气 但是整个谈判流程 事情做得干净利落 一看就知道经验十足 朱明分手的时候爽快极了 一点都不像真爱分手的感觉 原本以为自己就算是三 也是真爱类型的小三吧 但是这么容易分手的男人 算什么真爱 就连自己的前男友 还在自己分手之后 时不时甜言蜜语 想挽回自己呢 张薇薇难受得要紧 想去酒吧买醉 路过一家豪华餐厅的时候 看见一脸讨好笑容的朱明 拥着一个面色孤傲的女人 从餐厅门口走出来 此情此景 张薇薇心里哆嗦着难受 再仔细一看 还真的是那个请客吃西餐的女人 虽说那女人年龄可能有三十家了 可是因为保养得当 衣着得体 看起来就是那种不缺钱的有钱女人 什么黄脸婆 什么感情破裂 牛眼人一瞧 就是朱明这个小白脸 傍上女富豪 在外面遇上了张薇薇这个倒贴的 朱明还玩得不亦乐乎而已 张薇薇拿着那二十万离开了 不管是那个价格不菲的包包 还是这真实的二十万 都不足以让张薇薇开开心心的 面对这次失败的恋情 但是这件事能怪谁呢 是自己一开始遇人不输 在知道朱明有家事的情况下 还没有抽身 总算还在小静的指导下 拿了点青春补偿费 否则真的是得不偿失 张薇薇只能这样去安慰自己 张薇薇回老家结婚去了 经过这件事情 安安心心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 小静后面打电话给张薇薇 告诉她朱明被离婚了 张薇薇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小静说上新闻了 马赛克打了和没打一样 我转给你看吧 网络时代讯息就是这么快 才几分钟 有关朱明的报道 就传到了张薇薇的手机上 果真是马赛克打了 像没打一样 报道上就朱明一个人的照片 内容上写的是 朱某小三上位 却被老婆抓到在某会所 消费的实锤新闻 新闻下面乌泱泱的一堆评论 骂声不断 张薇薇后来给小静发信息 说那天在餐厅遇到朱明的老婆 真是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让自己能够那么迅速 回到普通女人正常的生活 毕竟情感上的错路 走得久了就会影响一生 现在自己结婚了 感受着生活的烟火气息 和普通的幸福 小静在喧闹的城市里 看到了张薇薇给自己发的信息 松口气 却没回信息了 如果小静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哪里知道 香奈儿那么贵重的包包 正品不如防品耐磨 几年前 小静也因为年少无知 当了别人的小三 以为爱情和金钱 就是人生的一切 更在有钱男人的身边 大手大脚地花钱 买包包 买衣裳的日子 小静也过了一段时间 只可惜 世界上一切虚幻的美景 就像泡沫 小静被来抓奸的大老婆 泼了硫酸 现在的她 顶着的是和从前不一样的脸 换地方来生活的 但是那种被大老婆 气急败坏的 要和自己同归于尽的场景 总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将熟睡的小静吓醒 后面她在公司里看到了比自己小几岁的张薇薇 两人非常聊得来 当知道张薇薇当了小三之后 小静就想尽办法 想要拉张薇薇回头 朱铭后面被媒体曝光 也是小静的杰作 当时朱铭去到某住民会所放松的路上 被小静无意间跟上了 最后小静在会所后面的停车场 居然看到朱铭和一个当红的明星玩在一起 她第一时间拍照 发给一个做媒体的朋友 从朱铭的吃穿用度来看 家里的妻子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看见朱铭在外面偷吃 被这样大张旗鼓的放到了网络上 朱铭第一时间就被离婚了 小静在帮张薇薇处理朱铭的事情的时候 是那么的沉着冷静 而这样的沉着冷静 是建立在自己曾经付出过血泪的代价上的 知道张薇薇这段孽缘的人选不靠谱 既然这个男人是不可留的 也是留不下 干脆退而求其次 帮张薇薇要了二十万 谁这一辈子走错路在所难免 最主要的是会回头是岸 张薇薇是幸运的 在自己走上弯路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小静这样的朋友将自己引出了迷途 可是小静何尝不也是幸运的呢 一开始破坏别人的家庭还不自知 在自己陷入弯路泥潭的时候 差点就被毁灭 可是最终自己还是走了出来 回想自己那段时间的失望和无助 那个男人在知道自己毁容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跑过来砸钱 想让自己不要起诉自己的原配妻子 脱墨可笑而又可悲的一段情 自己为了这段感情面目全非 差点连命都没了 但是曾经和自己在床上缠绵的那个男人 却为了另外一个伤害自己肉体的女人来苦苦求情 这你能怪谁呢 归根结底 不过是自己破坏别人家庭在先罢了 孽元最后得到好结果的 怕只有在穷瑶的剧中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